这个还是可以做出来的 只是说蛮啰嗦的 你至少要会这样index这个东西 index函数 而且index里面还有colour跟rub 最后再用mid 去做切割 当然也可以用replace或者其他函数 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我用VBA的话 这些问题都不需要 就是说你一个函数都不要用 可是要怎么写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VBA的撰写方法 而且流程都一样 所以记得 反正VBA你要熟练 什么很简单一定是切到这里 我后来发现大部分同学 之所以没有办法很顺利的进入VBA 就是因为 不不够熟了 就是会 会怎么讲我不知道是那种 自己一直给自己一道墙 自己画一条线 这边就跨不过去的感觉 可是如果一旦你跨过去你会发现 其实说真的也没有那么困难 但是刚开始一定会有那种震痛期 一定会觉得怎么会处处 都有问题 因为你打错字 我发现很多同学 因为不熟不熟的话一直打错字 其实没有错 只是打错那么一 比如说sales 常常就是同学就少打s 一看就知道是很少在打程式的人 为什么 因为大部分 很少打程式的同学都是sales 扫加s 执行就错了 然后会出现什么 1004 跟你讲 你看到1004就打错字 所以我看到你打错字了嘛 所以你有看到1004 表示你可能应该是打错字 OK 所以也没有那么困难 再不然的话你可以用复制贴也没关系 如果你刚开始是很畏惧的话 你可以用复制贴上 再修改 怎么写 1 我们直接签到V就basic 2的话 一样 建一个module给他 因为刚刚都做过了 所以我就直接 直接来讲重点 我们就直接打一个sales sales sales名称叫人士芬兰 小瓜糊都不用给 你按Enter就可以了 这样他就会自动产生一个什么 Enter sub 这个 那接下来的话我习惯什么 拉到旁边来一边看我的需求 一边把程式写出来 那我的需求是这样 我要跟他叙述一下 我跟他讲说 我要 把我的资料 帮我把它放到这 这四个栏位 那这四个栏位 的范围就是什么 跟他讲说 我的范围 先跟你讲一下 我的范围是for i 列的话是从第2列 到 第几列呢 第2列 到第 9列 或者你这样还是可以追踪 然后Enter两线打一个nest 移到上面 这个我想我这个做很多遍 按一个tab 接下来跟他讲说 第几栏 for 这个特别注意 for追 不过你用别的名称 这个不一定用追 这个变数名称我自己取 我希望要追 所以第几栏你不能用 这个文字 你只能用数字 第1的话是4 4到7 Enter两下打个nest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这里 这个范围里面的每一个储存格 你可以用什么 叫Sales 瓜糊 I列的 追栏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范围的每一个储存格 就叫做Sales I列的追栏 等于什么呢 如果你等于一个空的话 它就会怎么 执行你会发现 这里面的资料就清空了 清空给你看看 有没有清楚 所以这个就清楚 干脆把它复制 复制过来 这个叫清除就好了 所以写清楚 就是这个范围的清除 OK所以以后 只要是一个 清楚 OK 那我们就是 写成这样 其实跟之前的 写法有点像 只是多一个什么 4J 有没有 多一个蓝 将来如果你多蓝的话 你就4J就好了 那再来的话呢 关键的地方来了 这里面的资料应该放什么 跟他讲一下 我要放的资料 请你帮我从这边 抓过来 可是我要怎么叙述跟他讲说 我这个应该是 所以这个应该是Sales 我先打 反正我如果不知道没关系 我先打第1个 第1个是第几列呢 第2列 逗点第几蓝呢 B蓝 或者你用2也可以 习惯我就写上 请你帮我把B2放到这边 不过你如果现在实行的话 他会怎么样 全部都一样 可是不对啊 我们应该怎么样 应该这个 应该是 第1次应该是B B2嘛对吧 第2次应该是B3 再来B4 B5 一直被推 所以呢 我们需要什么 需要一个变数 对同学 马上反应 之前不是写过一样的东西吗 我们可以呢 这边加一个K 有没有 就是上个礼拜那个 如果你忘记 可以 再把 把影片调出来看 K等于多少 等于2嘛 然后后面的话呢 就这边下面 因为K要加1嘛 所以怎么样 K 等于什么呢 K加1 好 程式写完了 你想说有这么简单吗 这样应该没有很复杂吧 对不对 其实真的很多地方就是这样写出来 把它实行给各位看一下 实行 有没有 全部就OK了 这个部分有没有 这就是我们刚刚做的第1个 阶段的事情 第1阶段就是用index 配合column跟rull 有没有 在VBA其实写这样就好 你会觉得 这个会比刚刚还要 困难吗 我觉得好像也没有 而且 其实如果你写熟了之后 反而觉得这好像比较简单 对不对 再来剩下来怎么样 就要把前面的去掉 前面怎么去掉 剩下来就是 其实你可以拿刚刚的公式 拿来套用 这后面的部分就是你可以 一样用mid 所以刚刚我们不是有用mid 钱瓜糊 然后把这个东西给他做豆点 豆点就是第几个字开始 那我们不是有用这个储存格 LEN 这个储存格 那可是问题 这边要怎么写才是关键 这边的话 在VBA里面 一样用LEN 钱瓜糊 然后问你说哪个储存格 你刚才讲说这个储存格 可是问你这个储存格 这储存格什么 叫sales 如果你不会写你就先打 sales 哪一列呢 第1列 哪一栏呢 第1栏呢 第1栏 第1 然后呢 后面呢 就怎么样 把它 再 这个后瓜糊一下 加多少呢 一样加2 对不对 那豆点后面几个呢 99 后瓜糊 不过这样执行的话呢 它会变成永远都是抓第二 永远都是四个字 所以如果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 它会变成怎么样 它会变成说 永远都是四个字切除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两个字变成说 它多切掉两个字 那怎么办呢 其实关键的地方 就这个地方 你不能固定 这个就固定的 有点像 在那个 第1的前面加前的符号 就是类似在VBA就写这样 对 所以这边的话 怎么会讲出来 这地方就加一个 加个J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J呢 将来会变动 这个时候 有没有 D 这个其实4就是等于D 有没有 D 1 再下一个就 变成1 所以其实关键就是这个 把这个改一下 再执行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结果OK 就OK了 这就我们要的结果 OK所以其实逻辑上 跟刚刚的函数 基本上是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说呢 把它改写在VBA而已 OK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吧 所以我觉得这当然有一个 互相的关联性 我觉得最最好用的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K 这个K真的太好用了 所以以后 只要你那个数字会变 而且是要加1的话 你就K等于K加1 这样就可以了 像之前那个什么 排那个 前七名的那个 K等于K加1 未来还有很多地方都可以这样用 太好用了 这个K等于K加1 这太好用了 OK 清除 就是把它直接输出 当然 是不是只有唯一这种写法 其实 没有 之前我本来不是用这个方法写 其实还有其他的版本 我看一下 只是说 后来我发现最简单的版本 其实还是 是这个版本 所以第1个方法 解法1 解法2的话 就是写成这样 可不可以 你自己再参考一下 然后这个AutoFist是指的是 自动调整 蓝宽 如果你将来 如果你假设 因为你会发现 最后我们好像还是需要 把它选起来 点两下 让它自动调蓝宽 可是 这个动作 假如说你不要 用人工来做的话 将来可以在最后面这边补一行 叫 Column Column 加S Column指的就是在 VBA里面就是蓝物件 刮符之后的话 跟他讲说哪一蓝到哪一蓝 帮我从低蓝 到 区蓝做什么呢 帮我做 点什么呢 后面加一个Auto 自动什么 适合的话就Fist 这样就可以了 Fist 这样子 你会发现我打的时候打小鞋 他如果移开有变大鞋 表示你这个字没打错 OK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说你Column 你可以先不要打刮符 你就先点 他一样会跳出 Auto Auto 这边有Auto fit 然后你再去把刮符打上去 这个有点像跟什么 跟Sales有点像 Sales也是一样 他如果打了刮符之后 他就不提示了 你要这样OK 你会发现我执行的话 本来不会自动调整 执行 马上自动 多一个动作 这个就是实际上等同于 我们去做自动调篮宽 的 一行叙述 这样就完成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 刚刚的这个 部分 再改写成VBA 画面切换给各位 所以也就是这一题 所以 VBA 其实说真的 如果跟 里面用Excel的公式比的话 其实说真的 并没有 比较复杂 其实主要还是你要 学会一些 基本的那个 VBA的撰写 的方法 还有一些 简单的技巧 像K等于K加1 那以后的话 你就可以利用 类似的方法 可以解决非常多的问题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甚至 未来可以延伸到后面 像那个大量的工作表 跟大量工作部 的一些相关应用 进行 优优优独播剧场 继续 找 提供 是 可以 试 试